你有槍跟 我沒有說這種話 我問你現在怎樣 你來報警 我來幫你處理 你才要怎樣 男子喝醉酒鬧事 他的家人阻止不了 只好報警處理 員警到場後 發現男子情緒非常激動 不斷大聲咆哮外 還挑釁女警 打我 你現在要罵誰 吳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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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送我 男子態度十分囂張 甚至還標罵髒話 但女警可不是省油的燈 馬上上前壓制男子 將他上考後帶回警局 同仁跟他勸戒 希望說他久後後 能夠好好休息 不要失態 未料我在我們員警 要在勸黨當中 對我們員警 報出口 這名37歲的邱信男子 久後常在家中鬧事 甚至還曾經打傷父母 員警一開始好言相勸 沒想到男子一見到女警 竟然質疑警察瞪他 要找他吵架 但女警不因為對方 人高馬大而退縮 反而不甘示弱 要男子冷靜下來 對於我們現場出名的 女性同仁來講 迴派與水以後 我們也予以 予以多以關心 請他不要把 請他不要把這些 這些不愉快的事情 再放在身上 避免一下 特別工作情形 儘管男子酒醒之後 有向員警道歉 但原本只是單純的酒後鬧事 卻因為入馬員警 男子還得吃上 妨礙公務的官司 記者何孟謙 陳芷芳 新竹報導 我們也要看見到 我們也要看見到